各位大家好,我是在關鍵影片 我忘了之前是時期,我現在是正職的Jeffrey 我以前怎麼叫我都可以 那今天的話,不明天等一下不會很多張 但是我的複製應該蠻多的 然後你們想要問什麼的話,之後就可以審時問我沒有問題 然後不然下一張 哈囉,哈囉,哈囉 下一張 好,那重點來了 我第一個想要跟大家說的東西是 為什麼新創公司對這麼多人來說 是有這麼強烈的吸引力 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在我今天這個15分鐘的介紹裡面 一定要做一個開頭的題目 為什麼 這件事可以你們兩個腳步去看 首先第一個,對於創業家來說 為什麼創業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這麼有吸引力 或是他們這麼有興趣好了 那創業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 是用自己的雙手去在某個地方 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後把他們自己的產品 或是服務提供給大家 然後讓自己的東西可以看見 它是一個成就的 因為我 例如說你們今天都有自己做過的一些作品 像剛剛上討的那個吉姆 他就會在最會上擺出來給大家看 對不對 那個跟創業家的思維是一樣的 就是我會什麼東西或我想要做什麼東西 那我就把它實行它、實踐它 就是實踐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都可以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們召集了一群人 然後一起去為他自己的理想 跟他想要做的事情去努力 那這個對他們來說 就可能就是人生這麼一次 跟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跟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夢想 最接近的一個機會 那我問各位 你們會勇敢去追你們的夢想嗎? 是不是? 好 那對於像是我們這種 加入形狀團隊的人來說 形狀公司為什麼對我們來說 有這麼高的信心? 首先答案一定都是跟各位一樣 學習 因為這群人創業家所創造出來的 這個環境 這個公司 他們本身 創業家本身都是想法非常的快 然後 怎麼講 就是在某一個 他們自己會的那個地方裡面 一定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永遠都是在潮流的最前面 所以他們去做創業 他們發現了這個社會上 有一些沒有被滿足過的需求 或是怎麼事情 怎麼不這樣做 我試試看了 因為他們會有這樣不同的想法 然後他們想把它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加入這些團隊的人 我們最想要做的就是去學習 他們怎麼樣有這個想法 以及他們這個想法 我們很樂於看到它被實現 所以我們就一起支持了這個地方 那再來 像新創公司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 就是你們如果有機會 去在裡面 新創裡面的人 或在裡面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公司小 所以你一個人會做很多的事情 那這時候就是一個機會 就證明你自己 到底在那個東西上面 是有足夠的能力嗎 然後你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 因為公司整個是非常貶庭的 那就是可能你的上面 就是老闆就是兩層這樣而已 那你的東西直接反應給老闆 老闆說OK 就只要一個秘密就好 所以一關卡就好了 就OK 你就做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很想要知道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挑戰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去思考說 在這個產業的趨勢裡面 接下來該怎麼走 然後什麼東西是別人還沒做出來的 或什麼東西我很特別 拿去把他們去付出實踐 一樣 重點就是這個實踐 所以其實新創公司 它有幾個特點 就是第一個它快速 第二個它有與善與實踐 接下來就是它很彈性 它可以隨時變化 今天這個東西 丟出來去做測試 沒有辦法實現的話 我下禮拜就壞了 但是你如果知道一個架構升級 比較完善的公司 你可能就會有一些時間上的delay 像我們曾經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去採訪那個 那個UDM的總領理DM 他就有說到一句話 就是當時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然後他說 那個時候學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想要去派記者到那邊 直接去做採訪實況這樣 然後可是呢 我們的器材單 就是我們每次出去的時候 都要提供什麼器材單啊 表格啊 然後多少人力啊 多少東西等等 那個東西 它現在還 那時候還送在那個器材室 準備要去簽手而已 但是GUDM的已經在現場 全部都架好了 然後人也開始拖了 就覺得就是大公司跟小公司的差別 壞儲存 跟馬上可以反應的這種程度 所以清算公司 就是有這麼有魅力的地方 那我現在呢 是在關鍵給我做 那個商業發展的助理 那我主要做的是Business這塊 所以就跟 就是你們平常在看的文章 比較沒有那麼深的關聯 因為其實 對於現場媒體來說 它還是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 它就要有它的發展策略 就要有它應該要做的市場分析 去調查 然後接下來要跟 我接下來要配合 我不知道要跟什麼樣的管道做 例如說台灣大車隊 然後Seven 我們都可以看到有我們的影片 融線上面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我們 除了傳統媒體人的角色之外 我們也用Business的想法去思考 怎麼樣去提供更多我們的資訊 在更多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那同時我在公司 也算是一個小主管的概念 我說的小主管 是可能因為我年紀還滿輕的 其實我跟他好還有那個 多層轉 就是一樣的 所以是這樣子 好 那我底下呢 就是帶了10個實習生 實習生這邊是我負責 就是包括我們公司的 招募什麼東西 其實也是剛好我這邊需要負責找 所以我底下有10名的實習生 然後就是有我每天跟他們說 或是每個禮拜跟他們說 他們這個禮拜 他們接下來我們公司有什麼樣的計畫 然後他們要去幫我們去做研究 執行 然後去分配一些東西給他們 然後就讓他們講說 這個實習 你在這邊工作的時候 你應該注意什麼去教他們的東西 就是mentor的概念 那但是呢 所以這就要帶到了第二個 要回答大家的問題就是 你怎麼樣可以在公司裡面 集中的多一點 或是因為不管你去大公司小公司 都一定是想要去學習他們的文化 就是特別你在實習的這個方向上 所以到底什麼樣決定呢 你能夠取得的東西有多少 其實我後來發現大公司小公司 真的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重要的東西是 就是下一張 最後的東西就在下一張 這個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剛好我自己就是一個主管 我要交代東西給我的實習生 那我們的實習計畫是這樣的 也是跟剛剛應酬他們不太一樣 所以不會讓你可能不一定 我不確定 那我們是平日的時候 就是不只是暑假 那一般的時候我們也有實習生在工作 那實習大概就是一個禮拜一來公司兩天 就是不管怎麼樣你自己去排 然後可能你禮拜一來 禮拜五來 禮拜二來 禮拜四來 可能就來兩天 然後我們有什麼計畫就交給你做 這樣 可是呢 這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我的角度上來說 這張圖剛好可以解釋一切 假如說今天從禮拜一開始好了 我禮拜一會接受到實習生A的資料 到禮拜二的時候我就遇到實習生B 禮拜三的時候實習生A可能會出現 但anyway 就是這一個禮拜的五天內 這些人也是這樣 就是不斷的出現然後消失 所以有可能 如果不是那個禮拜的消失 anyway 我如果要交代一個對公司來說 比較核心的東西給他 比較重要的事情給他的時候 萬一這次問題怎麼辦 我接下來兩天找不到人 那這個對我來說會很麻煩 可是呢 偏偏就是這種有連續性的東西 可能會比較有時間壓力 由對公司來說是相對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必須得接引入處理 可能你跟誰的合作什麼的 他明天有問題 寫信來也不可以沒有人住 所以重點就在於 有時候實習生並不能讓我們去 交派這個東西給他們 不是我們不想 而是萬一真的出事 找不到人很麻煩 所以變成說 我們實習的時候可能會做一些 比較是中期的東西 例如說策略分析 然後進來的分析 然後就是比較長一些計畫 可以給他們做 那這個我就覺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所以說 如果要我給各位建議的話 如果是平日 如果你們有機會 可能都如果 你們盡量可以多去公司一點 我覺得其實時間 你們能夠花的時間 在公司裡面越多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會越放心 把東西給你 因為我一定看得到你 我可能一個禮拜工作五天 我超過一半時間看得到你的話 那我會 那會大大提升 我把一些事情跟你分享 或是請你們去幫我們執行 甚至真的就當了那個 project leader 的感覺 去做事情 這個機會會到很多 那這順明眼Echo高勞 就是我當時的執行狀況 其實我到最後 我一個禮拜去公司三天 那不知不覺的 就在我實習第二個月之後 老闆就把我叫進會議室 然後跟我講說 接下來這幾個禮拜公司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有幾個東西 是要你們大家一起做的 那就是計畫A 計畫B 計畫C 然後就把我把這個東西 分給其他的實習生 所以在實習生的時候 我就已經成為一個 小實習生的主管 然後一直到後來 才有機會變成公司的員工 所以我覺得 這東西 是真是發生在我身上的固執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那來下一張 那講到這邊 我要很快的回到最一開始 介紹一下我自己 給我們的iPhone 那我自己念的是 生物技術領域的 生物科技 所以其實我不是 跟這個產業 有任何的相關性出徵 但是有一點 就是 從大家開始修商學院的課 就是什麼 行銷管理 然後快記 統計什麼的 我都照顧 所以說 所以說我看 專間評論網的時候 我當時要進去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家媒體 或是什麼的 而是 就真的就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 關鍵品網的創辦人之一 是 他和MBA最年輕的台灣畢業生 然後在畢業之後 兩年也 當上了外商 通過區公司的總經理 然後這也是他們公司 最年輕的總經理 這個人 將來會變成我們主管 這就夠了 因為我非常喜歡 Business Facebook 所以如果我要去找一個地方 去學習 經驗的話 那我覺得我跟他就對了 那後來的確是 為孫明德就 進到關鍵品網裡面 然後他就是 團體指導的老闆 我上面就直接就對了他 因為我們也沒有 任何的成績差別 所以他就跟我講 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再跟他說 就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再幫我按一下一張 那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我在實習生的時候執行的 一件 我遇過最困難的一個計畫 跟檢案 其實那是我們要跟 另外一家公司去做配合 那這個配合是 我們希望共同成就一件事情 然後對我們 對他們都是有好處的這樣 那可是因為我們想要 節省一點成本 就是執行上的成本 因為我們如果正常的配合形式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經驗上的轉、交換 就是我們要請他們做些什麼事情之類的 所以關係到比較詳細的東西 我們不會講太明白這樣 那一開始都很順利 但是當我們預計的時間要到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對方沒有很認真在主任 這件事情上 因為我們後來合約不是 沒有真的簽合約 我們就是合約定這樣 就是省掉的那個麻煩 還有會花一點成本的步驟 然後這就造成了 我們覺得 直到最後 他們好像 逐漸的就是 沒有把重心放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是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案子 那你就覺得這樣一定會有問題 然後我就跟老闆說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也跟他說了 跟他們的對方窗口的主管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後來評估的狀態以後 因為其實稍後的時間 剩幾個禮拜而已非常趕 然後他們說不好意思 就是他們當初沒有評估好他們自己的狀態 然後沒有能認真在這件事上面 所以為了以此負責他們把 那個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辦完的東西 辦完之後就決定不用就是取消合作 然後我們原本合作雙方會分到的就是利益 就是他們也不難而戰 所以就是面臨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現在兩三個禮拜 突然對方說要收走 然後就這樣射掉 然後人就消失 現在東西給我們自己做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怎麼可以這樣 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一家公司 他們寧願犧牲自己的欺慾 或我們對他的感感 然後但是就是這麼負責任就走不了 然後後來思考很久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當初沒有簽下任可以 我們想要省一筆費 我們結果造成我們自己更大的損失 因為其實我們同時也在執行很多的計畫跟轉案 變成說他們抽掉了以後 我們公司要多派人來做這件事情 變成說我們其他的東西可以平均 所以到底我們在追求的東西 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用有限的資源 或是花費越少也好 但是可以做到最大的效益 但是這樣難道不會其實最後 有可能讓自己收盤嗎? 我覺得我們其實有時候很多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追利益最大化、效益最大化 但是沒有發現到真的重點是 我們可能犧牲的是未來我們自己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高院把自己放在一個很大的風險的地方 那那個是多半人都不會去發現 因為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應該說事情還沒發生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知道會有這件事發生 就是你根本也不把想像對方竟然會在最後三人拜的時候 醜調他們這種合作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讓我學習到體驗到最深刻的一種 其實那時候我還在十一層 就覺得這當然還好沒有了 但我覺得果然我這個東西不是那麼簡單的 大概下一檔 但其實在這個司機整個過程中呢 我從老闆商協調出這樣一件事情 叫做你要怎麼去做pitch 因為當我們是新創事業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我們是誰 那我們要怎麼樣用很階段的時間內 看好這個定靈犯 去跟人家說我們是誰 我們有什麼他們或是哪種朋友做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們已經也聽過就是 你要練個30秒的東西 就是在靜電機到處給你自己 你要說服的完成一個必留一站 那這個這真的就是實際上就會發生的東西 在大家都還不認識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用一分鐘 甚至五分鐘 簡短但講不重點 然後重點是你要有一個 衝擊到最上心裡的那個 那個亮點出來 你才會對未來的 合作上才有更多的空間跟可能性 要不然我覺得這個就是 關鍵平衡最終成功的原因 因為像我們本來 才成立現在一年四個月而已 我們怎麼可以有這麼快的成長速度 我們現在每個月有400萬 從旁邊看我們網站上 然後蘋果日報 他們也才六百多萬 我們已經三分之二的新聞讀者 到底為什麼會說到這件事情 所以Pitch的容器是 我們老闆每次都去 在每個他跟別人的對談之中去實現的 然後他也導致我說 你要想辦法在這個時間內 就是達成這樣目標 但我記得他給我一個最大的Test就是 我幫你去幫我安排一個面子 那個Meeting的機會 這個是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廠商 你打個票給他 然後跟他講我們要幹嘛 然後幫我約一個 密集機會 不准失敗 就是這樣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被交代 那你只要去練習 這就是我們剛才會做事 好 那就是 但是我今天的分享就是 等於到這邊為主 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的話也可以 就是來招呼 謝謝 謝謝Jeffrey在和師徒之間的逆行關係 我覺得他剛剛提到有點 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 這一次我在焦點一直以來的感受就是 以前可能很多人喜歡去聽演講 然後我們就聽完 就是看這講的講得好棒 然後聽完就走 然後一直留著 就說他的東西好像講得很棒 我覺得自己吸收到的就走 但是我覺得大家為什麼不去思考一點點是 如果這個人真的這麼棒 你為什麼不知道看門生去學習 或是想辦法去認識到他 那他每天的所作所為 多多少少應該也可以影響到你 或是你知道原來這麼厲害的一個人 他的生活是怎樣 你就會從中去學習他 所以這就是剛剛Jeffrey他提到的一點 他為什麼要去這間公司 因為他知道他老闆很厲害 我在他身邊我可以學習到很多 我沒有聽過的東西 我可以學習 我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選對人很重要 或是你們也可以多多去跟翔正們分享 來交流 我覺得這是一點很重要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的分享時間 其實只有15分鐘而已 不能說有些人的故事很長很棒 但是很難用15分鐘去精華把它講出來 那如果你能夠去跟著他後往的人生 就是當他的朋友 就是可以從他旁邊學習到很多不一樣的自己 那接下來下一位是我們的Peter 那其實會邀請他來其實也是 請問他要怎麼看 他為什麼會有什麼 不是我會有什麼 可以問他 就是他我們的記憶 在一起 我會跟著他 就是他的記憶 他不知 他不知 他不是我們 他不知